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体有没有困难 不困难 今年相对的你如果比起土灯来讲的话 可能看到土地税法规可能会相对的亲民一点 我今年我的题目大致上我都有看过了 明法我没有看 土地法规它其实考的也不困难 也都是传统的题目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今年就是土灯的第一题 可能考的比较奇怪 剩下的我们土地税法规来讲 题目也都是考的蛮基本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第一题它考什么东西 它说土地为信托财产 请依土地税相关 土地税法相关规定 说明信托土地其地价税之纳税义无人 好 一样我们考试一样小技巧 小技巧先把题目 它要问我们什么东西 先把它圈起来 或者是在旁边空白处 先把它稍微点出来一下 它第一小题 那告诉我们的是信托土地 它的地价税 等纳税义无人 再来第二题 第二不是第二题 是第二小题 它说其因那支地价税 如何计算 再来第三 它问我们的是利把人有 就是利把理有 我们第一题 土地税法规的第一题 它大致上 它是问我们这三个东西 看完题目 我们把它 把关键的东西 把问号把它圈出来之后 我们知道说这个题目 我们要回答它三个 三个小小子题 尝试一下 我们给它配分 基本上我们看到题目 先抓一下配分 这个题目一提25分 它应该就是这样子来配 所以如果配分比较少的 我们就是把重点写一写 有的同学他会写的写很多 不会写的 写一点点或者是留空白 记得它的配分是这样子 所以信托土地 地价税人 纳税义无人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受扩认 所以 第一小题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 第二小题 因那地价税 应该如何 如何计算 好 其实第二小题 跟第三小题 它其实它是有关联性的 它是在问你说 当时候 为什么会这样子立吧 所以 各位同学 上课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 我都有跟各位同学讲 说 其实我们在学法律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什么 立法理由 跟修法的理由 这个是重要的东西 守备法规 这个是我们基本上 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法规 要守备 我们必须要了解 它为什么要这样子 立法 所以 地价税 它的 应该是说 对于 信托土地 它的地价税 从它的纳税 义务人的设计 跟它的分算 它的立法的理由 到底为什么 它当时候 会说 信托土地 它的地价税 纳税 义务人 是受托人 而不是委托人 委托人 它是我们土地 所有权人 我们一般地价税 不是土地 所有权人 它客与它 地价税吗 持有税吗 好 那为什么信托 就会变成受托人 所以它一定有 它的立法理由存在 那既然有受托人 那如果我今天 假它是委托人 义它是受托人 我土地已经信托给它 不动产的信托 它是不是要移转 要移转登记 我已经移转登记给义了 所以义它是名义上的登记的名义人 所以法条它规定说 既然你已经移转给它 你是登记名义人 而且什么叫信托 信托就是 我把东西交给你 你就是按照我的意思 去帮我去做一个 管理的一个动作嘛 所以既然它是它管理 所以管理它一定有一些 收入有一些支出 而且地价税 它算是我在管理 你这个土地的时候的 必要性支出 每年都一定要缴地价税嘛 所以法律才规定说 那就是由你受托人嘛 因为它就是因为不能管理 所以它才会信托给你嘛 所以你干脆就连税负的部分的 这个部分的支出 我用法律来拟制 来规定说 那就由受托人 来做一个缴纳的一个动作 好 那在这个规定底下 它其实它讲的是讲 自意信托 它其实它是在讲自意信托 才是我们刚刚那一段论述 那如果说 它是他意的情况之下 好 等一下我 我跳太快了 我还有一个部分没有讲 好 但是 其实在我是自意信托的情况之下 我的收益 我的土地的收益 本质上是不是还归在家 所以变成说 我如果我今天我是一个残鸟 我是一个大地主的话 我会不会利用这个方式 我土地太多 我怕我超过太多 我超过太多的话 我会被课太多地价税 那我是不是 我利用信托给别人 我可以去规避这个税赋 当时候法规 他就是怕说 我说信托 信托土地的地价税 那说义务人士受托人 那你会不会 我的土地很多 我就把土地都信托出去 那每个人就只有持有一笔 一笔一笔 每个人都缴的地价税 就只有一点点 所以当时候 他为了避免这个现象 所以他才说 你如果是自意信托的情况之下 全部拉回来 跟你自己零下所有土地 去合并计算地价税 计算出来之后 你是不是会有一个 你全部的地价 这个叫做你全部地价 地价总额 再来看这个义 比如说义他管理AB两块土地 再由AB两块土地的地价 去由你的应纳税额 这个叫应纳总税额 这个就是你要缴的地价税 再去乘上这个比例 整个税制他设计上就是这么设计的 好 那这个部分他讲的是在讲自意信托 那如果今天是他意信托的话 因为你这个利益之后的不动产 他可能他是归给 比如说他有C地跟B地 他之后他是要给丙的 他是他意信托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啊 这个利益是不是就要去合并 禀他名下的土地去做一个归户 好 所以第一题其实基本上不困难 他纯粹都是考法条 那在我们考前 我们体库班 体库班那时候 我有跟各位同学说 留意一下 因为土地税法规 土地税法规每年 他最喜欢考 他必考的就是地价税跟土生税 一定会出一题 所以我就说 你地价税来讲的话 请各位同学不要 再去留恋以往 我靠勤有没有跟各位同学讲 说你不要再去留恋以往 说计算 计算 老师你上课你没有教计算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现在土地增值税 他的事算 或者是地价税 他的事算 网屋上面 他都有直接试算 而且考那个东西 其实说真的 对我们实物上的意义 真的没有很大 网路上都有试算的工具了 你那个东西就是考数学的东西而已 最重要的是 我们观念要清楚 所以我考前有跟你们讲说 其实你说以往的传统 说什么考什么 土地增值税 地价税 那个计算 那个机会不大 就算考出来 相信我 不会很困难 他不会跟你考 累进 累进一个好几层 叫你去试算 不会啦 基本上你会加减乘除 应该就可以应付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来讲的话 他也是考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东西 再来大家可以问一下 你到底知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要这样的立法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给你的我们的解答 这个也是我们公职网上面的解答 所以在里面的立法理由 也是我刚刚跟各位同学讲的 第一个 因为信托 他本身信托法制 他就是在帮他管理信托财产 那管理信托财产的时候 这个税负由他来讲 其实是对于整个行政效率 行政便利上来讲 应该是最好的 再来第二个 他税制原本我们的地价税 他就是土地所有权能 他在每一指甲是限制 他土地去做一个归户 去计算他因缴纳的地价税 为了避免说有人假借信托 把他给信托出去去规避 所以还是原则上 看谁是真正的权利人 谁是真正的持有人 谁是真正的受益者 去做一个归户 这样子才符合当时候土地税法 他的立法 他设计累进起点地价 他的意志 懂吗 所以很多东西是 你如果说你懂 你懂了以后 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子 就是把大致上的重点全部写出来 那你要把它精进到 跟法条用于文字 那个就是不断地自己写 不断地自己去写题目 或者是说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 毕竟比如说我们从事地震事 还是怎样 可能我们本身来讲 我们白天有工作 可能没有时间一直在那边写 还是什么 我们有家事要做 我们不是全职考生 那我们怎么办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工具可以利用 比如说 手机 我们手机是有录音的功能 那或者是说 简单 现在录音笔一支 可能一千出头就有 因子也都不错 假设说你今天 你因为工作的关系 还是怎样的关系 不妨 你把重要的法条 自己看着法条这样子练 把它录下来 那在我们工作 还是要睡觉的时候 要睡觉的时候 把它放来听 哪听哪睡 也没关系 就是让他习惯 我们法条条文的用语跟步调 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学习 给各位同学参考 所以我们正式土地税法规的第一题 第一题 纯法规体 立法理由的部分 也补充在我们讲义里面 所以第一题我们就讲到这边 恩 好 我们再来 好 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112年度地政室土地税法规的第二题 第二题 他考什么 一样我们来做一个SOP 我们把重要的东西先把它整理出来 他说房屋税之自住房屋 即房地合一 客征所得税之自住房地 他讲了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房屋税 他问我们说这两个它是用优惠 其适用优惠之要件及率率为何 好 第二题 第二题他是在问我们这样子 这个真的不能乱说 之前如果有上提库班的同学 我有没有跟各位同学讲说 我自己猜房屋税今年一定会考 那房屋税如果今年会考 请各位同学留意一件事情 他的税率就只有自住房屋 他的税率1.2% 他是固定的 因为其他他都是有一个急剧 几%到几% 所以我有跟各位同学说 房屋税一定要留意 而且因为政府最近打草房 在讲囤房 那囤房 囤房税不是真的有这个税 囤房税它是利用房屋税 去限制你说你从第几户开始之后 适用什么样的税率 所以考请吴云梦跟各位同学讲说 请各位同学一定要留意一下 房屋税 他的自住 什么叫自住房屋 还有他税月部分 考的机会很大 再来第二个 吴云梦跟你讲说 房地合一税 从修法之后 剩下哪个部分没有考 剩下两个部分没有考 这一次是不是完全令中这两个部分 完全考出来 其实抓题目不是说我今天我很厉害 说抓得很准还是怎样 我跟你讲 我以往在抓完全都抓不到 是经验有比较准一点 但是就是各位同学你们可以尝试自己去练习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记忆体 我们的脑容量是有限的 所以尽量就是说平常一定就是全部练 到考前的时候就是去抓去抓那个趋势 看哪个重点还没有出 这个是相对重要的 那这个是题外话 我们回到这个题目里面 所以自住房屋 自住房屋 房屋税条例里面有没有定义 各位同学 有没有定义 没有 但是考前的时候 我是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各位同学说 请各位同学一定务必要被被什么东西 什么叫自用住宅用地 我是不是有跟各位同学讲 讲说这个真的重要 我知道它不一定会出 但是它是一个很基本很很基本很基本的观念 好 所以你们当时候假设说如果有听进去我的话 你有被自用住宅用地 你把用地两个字把它换成房屋 按照照着写 我跟你讲 你命中三分之二了 你会只有那个全国三户 那一个没有写到而已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自住房屋 它其实在考前的时候 我有跟你们提到一个公益出租人 说那个请留意一下 那个名词 但是他不是考那个 他是考他的定义什么叫自住房屋 他考的是住家用房屋公自住 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认定标准 他的第二条规定 个人所有之住家用房屋同时符合下列情形 公自住使用 所以这个叫做自住房屋 他的定义是从这边出来的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房屋他没有出租使用 公本人配偶或仔细亲属实际居住使用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自用住宅用地的定义 其实这两个就完全一样 你就把用地把它改成房屋不就对了吗 第三个 本人配偶未曾经子女全国合计在三户以内 才叫做自住房屋 才适用他的优惠税率1.2%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解决了 再来第二个考房地合一 就是所得税 房地合一所得税这个部分 自住的部分 那其实如果说我们大致上 我们应该是这个修法已经经过那么久 我们都在这个自住房屋的这个部分 其实他是没有在我们这一次修法的范围里面 但是这个部分却是从之前到现在 考试都还没有出现过 这个我考前我就有说 其实这个还蛮疑惑的 好像还没有出过 所以这一次他就出出来 所以出出来就一样 那些定例大家都会背的定例 那个我就不赘述了 就把自住的那几个条件把它写出来 那优惠的部分 优惠的部分就是超过400万免税的部分 就是用10%去扣证 所以第二题题目 其实基本上真的不困难 而且 比较尴尬的是这个自住房屋的定义而已 因为它是房屋税条例里面没有 它是出在使用认定标准里面 那使用认定标准在考前 我帮各位同学考前提醒的时候 我有跟你们讲说 那个公益出租人 电视广告一直在出现 我很怕他问你说何谓公益出租人 你们不会定例 结果他是考了他下面 他考了他另外一个定例 叫定例自住房屋 但是至少我有提醒各位同学 你们一定要被自用住宅用地的定例 所以你把他自用住宅用地 把他用地两个字改成房屋 至少他定例的一二是对的 全国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合计三户 这个有可能如果没有看过 只是这个写不出来而已 就等于说如果以这一题题目来讲 要见这边 他一定这一题的配 这一题题目他的配分一定是这样子 就可能这两个东西一半一半 一题二十五分 一半是差不多十三分十三分这样子 所以变成说你的税率 OK你税率 这个一定会写得出来 那要见三个你写两个 至少如果以十三分来讲 他扣给你三分 至少也可以拿个十分吧 那这个部分自住 这个自住这个算是很重要的 税率超过免税有四百万的部分 可真十%这个大家都会嘛 这个一定可以拿得到 那要见的部分 可能如果没有背得很熟 写得里里辣辣一点的话 至少还可以拿个十分嘛 十分加十分 至少这一题 二十分到手 再加上我们第一题 第一题题目它其实也是基本题 法规基本题 所以其实 以税法来讲的话 第一题跟第二题看起来 又拿到基本分数 应该没有很困难 那第二题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所以第二题我们就讲到这边 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112年度第三次考试的土地税把归的第三题 第三题相对前面 它题目好像看起来 看起来有比较长一点点 我们其实看到题 我们考试看到题目长 没关系 我自己的习惯 我考试的时候 我会拿一支笔 不是笔 我会拿一支尺 不是透明的尺 我会这样子一行一行 题目这样子一行一行 这样子指着看 不然我怕我会看到会跳掉 我看到关键的字 我就会把它画起来 把它圈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第三题它问我们什么东西 它说经常居住在我国境内 好 关键是考试 我有没有根本讲 像他如果跟你提到什么境内 境外 敏感度高一点 好 他说居住在境内的国民 他住在我们境内 又是我们的国民 好 他跟你讲说 他在112年5月6日死亡 死亡史 除了 死亡史除了已有 国内财产外 上有国外不动产 A屋移动 依所在地 国法律移缴 移产税 以及 民国110点 12月20日 王军将其冰下 另外移动币物赠予给地洗 新位并已依 国内税法规定申报完税 好 这个题目来讲的话 真的有够差 所以我们先把重点 先把重点写一下 不然等一下会忘记 它是 住在境内 我国境内 而且它是我国的国民 重点是 他现在他死掉了 他死掉的时间是 1125月6号 他死掉的时候 他有两栋房子 叫做A屋跟B屋 那A屋 他是国外的 国外的A屋 他死亡的时候 在国外 他已经有依照国外 他的法律 已经有缴了遗产税 再来 他在国内 有一间B屋 他说在110年的12月20 帝乌 他在110点的12月20 赠予给帝西 好 他基本的要件 就是这样子 他给我们 先给我们这些要件 之后 之后 他这边 有给我们一个 怪怪的东西 他说 但是他卖掉了 他什么时候卖掉 1123月 卖给谁 没有讲 反正他说 他把他卖掉了 他问我们说 是问A屋跟B屋 何者需 并入王军遗产 总而中可税 第二个 他说 如果他们已经有脚的睡 他可不可以做一个扣底的动作 好 所以你看这个题目 这一体题目 它是不是整个 一整个 它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题目 所以遇到这种长的题目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先把他重点先把他抓出来 重点 好 抓出来之后 你会觉得说 你整个题目 其实还 蛮简单 不是简单 还蛮清楚的 就是说 他就跟你讲说 这个人 他一定 他一定就是 必须要在 必须要在我国 适用我国 课程遗产 所以的一个范畴里面 这个没有疑义 那他国外的A屋 跟国内的B屋 他问你说 他到底谁需要 并进来去克遗产税 这个考前 考前 我也是有提醒各位同学 什么应该要进入 记录遗产种 里面 虽非遗产 但是他会被他记录 这个叫拟 拟制遗产 是不是跟你们讲说 这个重要 有可能像这种 会考成计算题 基本上叫你们要留意 出来的 所以 这个东西 死亡前两年 死亡前两年的 证语 证语给谁 或者是 明把他规定的 那四个顺序的继承认 或者是 那四个顺序继承认 他的配偶 这个 都要死亡前两年 证语给这三个人 都需要 并入遗产种 里面去扣 所以 这个部分 应该 会比较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 国外的A屋 是不需要 扣 国外的A屋 需不需要 把它寄进来 扣遗产税 那根据我们 遗产税条例 里面不是有讲吗 就是我们 我国 中华民国的国民 在境内境外 境内境外 都需要吗 不管是境内财产 或者是境外的财产 所以这个国外的A屋 是不是就是境外的财产 是不是要寄进去 并寄进去 克 遗产税 所以 基本上第一个问题 应该是 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问题 好 再来 第二个 本次考试 我觉得 比较困难的是 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条文 我们比较容易 把它忽略掉 说实在话 考前 题库 跟总复习 我必须承认 我忽略掉 这个条文 我没有帮各位同学 提醒到 这个部分 好 所以 他 基本上 这个我们都有办法处理 这个条文 我们都有办法寄 在第二个部分 他说 我在这个部分 我已经在国外 我已经有缴了遗产税了 那 怎么办 记得我们 我们的 记住 其实 我们的税法 在立法上 他不是想要真的去剥夺 我们的财产权 他不是要剥夺 我们这个财产权 他是避免我们 假借其他的名义 去做一个 讨肉税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今天 你既然你在国外 你这个财产是 你这个财产是在国外的财产 那你也依照国外的财产去 克了税了 所以基本上 我在国内 我没有必要去剥夺掉 你这个财产权 我没有必要去剥夺掉 你这个财产权 所以只要说 你可以提出证明 我就让你去扣底 这个部分 去加进来 我原有遗产的部分 所增加出的税额 就你已经缴的税 我让你去做一个扣底 整个税制上 它设计上 它是这样子 懂 所以在国外的遗产 你已经按照 这个财产所在帝国 已经缴了遗产税 已经缴了遗产税了 他就是准你去 做一个扣底的动作 但是他怎么扣底 法条里面 他就有规定说 他就是你把它加进来 加进来我们的遗产 总而里面所增加出来的 那个部分 所增加出来的 那个部分的遗产税 我准你去救 那个增加出来的 那个部分 假设说你已经缴掉 在国外已经缴掉 比它还多 我就准你去扣掉 但是我准你扣掉 是扣出 把这个部分 拉进来 增加出来的那个区块 让你扣掉而已 不是说你在国外 这边缴了很多税 结果你把它拿进来 扣我们台湾的税 这样子就是不对的 紧就这个部分 加进来 多出来的那个部分 我让你去扣而已 好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要处理的 好 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要处理的 就是 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有一个 小 小小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 算陷阱吗 还是 他说 死亡前两年的镇雨 这个要寄进来 一定没有错吗 对不对 好 但是他又跟你讲说 他卖掉了 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陷阱 这个陷阱 他是在说 我虽然我赠予给你 但是他卖掉了 他没了 这个东西没了 所以不用记 这个陷阱是 是这样子吗 第一个 思考 再来 第二个 思考 就是说 扣底的部分 他这边 卖掉之后 他赠予给他 把B屋赠予给他的时候 土地是用土地 公告限制 房屋是用房屋 平定限制 这个没有一亿 没有一亿 但是他说 他把它卖掉 卖掉的时候 我们拿到的是 拿到什么 实价 拿到的是现金 是市价 一定会比 公告限制 加平定限制 还会高 所以 并进去的 是以他卖掉 所得到的获利 去并 还是以这个去并 会不会 这个是一个陷阱 就是在这边 好 各位同学 你们假设说 没有很清楚的话 客人 你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会一直 纠结在这个点 还是你们完全 没有纠结 把他视而不见 看到题目 这个在科 死亡前两年 的阵语 就开始 一直下 一直下 没看到这件事 出来的时候 朋友在跟你讨论的时候 他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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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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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现金 题目 有 那些 对 这个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有参加考试的同学 你们有没有 纠结了一下 其实这个 这个题目里面 比较纠结的 就是 就是 扣 扣底 跟这个部分 是不是一个陷阱 那既然我们 第一个部分 国外的部分 我们把它处理掉了 我们来处理一下 这个部分 那我们知道说 死亡前两年的 我们必须要把它 寄毁 寄入 并入我们的 被继承人死亡 死的遗产 种额里面 那 法条里面 也讲得很清楚 你就是按照 他当时候的 当时候 正与当时的 的限制 下去记录 所以其实 法条里面 并没有去讲到说 什么 他卖掉 还是怎样 或者是什么 用试价 并完全没有 因为那样子会 无限 无限循环下去 假设他说 他把它卖掉 他又把它卖掉 卖掉 一直在争执 或者是说 到底时间点 怎么认定 可能整个会大乱 所以他只是说 他什么时间点 赠予给他 就是以赠予的时候 赠予时的 那个价值 把它寄 并入 并入他的 遗产种额里面而已 至于说 他又把它赠予掉 或者是他把它卖掉 还是怎样 那个在所不论 纵使 死亡前两年 给他之后 他后来 他已经 他已经 丧失 丧失 原本赠予的 逼无所有权 还是怎样 不管 反正他赠予的时候 已经都和克 睡附了 和克赠予睡了 所以就按照 和克赠予睡 当时把它 给并入 遗产种额里面 就OK了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应该只是 一个烟雾蛋而已 应该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 至于说 你在解题里面 要不要交代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说 不需要 就是把它 当成没有这件事情 这样子 去处理这个题目 因为本身来讲 这个题目算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题目 相对要写的法条 量就已经很多了 所以不需要再 去额外去 去把这个东西 拉出来 因为拉出来 你如果用语 没有很精准的话 反而会 坏的 坏性 会去破坏掉 你这个解题上面的架构 好 所以 赠予的部分 你还是一样 把它给并入 遗产种额里面 但是它当时候 它或许它有缴 它或许它是有缴税的 它有缴赠予税 有缴土地增值税 那这个部分的话 扣底怎么扣底 这边就是比较特殊 这边 遗产 它是直接拿国外 拿国外的直接去扣 就增加出来的 那个部分去扣 那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它除了 它基本的设计上 都一样以外 它其实 它就是加了 赠予 还有土增 还有赠予加土增 它的邮局定 一连写定存的利息 也可以算进去 所以这个题目来讲 扣底的部分 我们可能比较容易 会把它给忽略掉 所以 整个介绍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重新来看一下 归纳一下 我们考试出来 我们应该要怎么来写 这个题目 所以它说 A屋与B屋 王军之遗产税计算之规定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A屋 跟B屋来把它分类 个别来跟它讨论就好 这样子看起来 版面会比较清晰一点 就A屋的部分 它需要并入遗产总额中 课税 它的规定 它是依照什么 依据什么 依照什么规定 它需要这样子来做 那也就是我们的遗产及证税法的第一条 第一项规定 版经常居住中华民国境内 之中华民国国民死亡时 以幼财产证 应就其在中华民国境内境外 全部遗产 以本法规定课证 遗产税 讲得很清楚 你只要是居住境内 是我国国民死亡时 在国内国外的财产全部拉进来课税 所以本体王军 他的A屋就属于前面这种状况 所以他是需要并进来去课税的 至于扣底 扣底的规定 A屋他是国外的不动产 且依所在地 国法律以缴遗产税 因此依照遗产及证证税法 第十一条第一项 他的规定 国外财产依所在地 国法律以纳资遗产税 我已经有帮你们用黑色出体字 把他给标示出来 德佑纳税义务人提出所在地 国税务机关发给之纳税凭证 今天不是你出一支嘴 说我在哪一个国家 我已经有落税金了 我要扣底 不是 你一定要提出在那个国家里面 你已经缴完税的完税的官方证明 那个国家的税务机关发给之纳税凭证 而且不是这样子就算了 你随便拿一张纸 我哪知道说 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你必须要 并应取得所在地 中华民国使领馆之签证 就等于说 你要拿到这个国家的行政机关 发给你的缴税的凭证 必须要经由我们中华民国 在那个国家的使领馆 他所帮你做的签证 那如果可能我们跟他们没有邦交 我们没有使领馆者 我们就要请当地 当地公定的会计师或公证人 去做一个签证 让我们做一个背书的一个动作 说我们其实拿的这个文件 它是有效的 它是真的 那再来 自其英纳遗产税中 我们拿到这个税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所缴的税 我可以在 我应该在我们中华民国 英纳的遗产税中 去做一个扣底 但是它设有一个上限 就是但扣底而不得超过 英家计其国外遗产 而依国内适用 税率计算增加之英纳税额 后面这一句话比较饶舍 比较饶舍一点 它其实意思上就是在说 我把国外的东西 我把它加进来 我会多出来这个税率 比如说我把国外的 我在还没有加国外的时候 比如说我应该要 我应该要缴的遗产税 是要缴50万 但是我把国外的不动产 把它拉进来之后 我变成要缴60万 但是我在国外 我已经缴了60万的税 你能不能就是说 我国外我在美国 已经缴了60万税 所以我要把60万 全部在中华民国里面 扣光光 不行 它只能就你 多增加出来的10万块 我原本就要缴50万 拉进来之后 我必然要缴60万 所以我增加10万块 你拿你的证明来 你确实你在那个国家 缴了60万 我让你这个10万块扣除掉 所以我实际上还是扣你 扣你50万 所以税制上 它不是要剥夺你的财产权 它只是怕你逃漏税 因为你的钱太多 你故意利用国外的方式 去转移你中华民国 生你养你所产生的这些 它怕你就是利用这些方式 去做一个洗钱 所以你只要你不是洗钱 你是有合法纳税 我都是准于你拿证明出来 做一个扣底 那在B屋的部分 B屋的部分也是一样 在遗产及证与税法第15条 第一项规定 被继承死亡前两年内 证与下立个人的财产 因于被继承人死亡时 视为被继承人之遗产 视为 视为就是拟字 拟字说 这个是他的遗产 并入其遗产总额里面 依本法规定征税 第一个 被继承人之配偶 第二个 被继承人 依民法第1138条 至11140条 规定之各顺序继承人 第三个 前款各顺序继承人之配偶 所以本批王军死亡前 将B屋占预给弟媳 弟媳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弟弟的老婆 你弟弟的配偶叫弟媳 所以是不是就属于 前开 就上面规定的第三款的情况 你不要跟我讲说 这一体的真点 重点是在弟媳 因为你不知道弟媳是谁吧 弟媳 弟弟的老婆 就是第三款的情况 所以必须你在死亡前两年 给弟媳的 还是一样 要拉进去 并入 视为遗产 并入其遗产总额 里面去做一个计算 那其扣底的规定 必无为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 正与 应并入其遗产总额 可知不动产 准此 依遗产及赠予税法 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 赠予之财产 依第十五条之规定 并入遗产 课证遗产税者 因将以那之赠予税 与土地争执税 所以你看 他这边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说 因为你是赠予 所以你当时候 你已经又缴了赠予税 又缴了土地争执税 但是你说 他这个是B屋 其实这个题目 有点比较不好一点 就是你这个B屋 我们一般他讲说 我赠予屋 到底有没有加地 所以我们不管 但是我们法条 就是说 如果说你有缴土地争执税 你的赠予税加土地争执税 连同这两个加起来 那看你的邮政除金会业举 就是我们邮举一连 其定存存款利息 与计算之利息 自因那遗产税额内 给你去做扣底 但扣底额不得超过赠予财产 并记遗产种额后 增加之因那税额 所以他其实他税法上 也是设计也是一样 就是说 当时候他赠予给你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有缴了赠予税 他已经有缴了赠予税 你也有缴了土地争执税 所以他都准你说 你这个部分我可以准你来扣 扣是怎么扣 就是我把它并加进来 所增加的部分 比如说我今天 我原本的遗产总额是 我要缴遗产税 我要缴50万 但是我死亡前两年 赠予的这个房子 如果加进来的时候 我可能我要多增缴10万块的遗产税 并且我要缴60万 那如果说我之前赠予的时候 我已经有缴了10万 或者是土地增值税 我就是加起来 有超过的部分 就是就增加出来这10万块 我去帮你做扣底 税法上的设计上大致是这样子 第三体应该算是我们这几体里面 第三体它是属于我们 我啦 我承认是我 会把它忽略掉的一个条文 那再加上这边 可能你在考试的时候 会有一个小小的纠结 会纠结说 这个到底是有没有关系 这个是不是陷阱 基本上我们第三体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来做一个解题 谢谢大家 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112年度地震是土地税法规的第四题 最后一题坚持一下 最后一题他问我们什么东西呢 他说以所得税法 之规定课征房地合一所得税 有关土地涨价总数额减除之上限 好分析一下这个题目 再来土地增值税是否可立为成本费用 好 第一个题目他就问我们减除的上限 跟是否可列为成本费用 机器相关规定及立法原用 所以他第一个题目里面 他其实他就已经问了蛮多了 再来他说 又个人为依规定申报或无争当理由 申报之成交价偏离者 为提示原始取得成本 及为提示费用者如何禁于合定 我们第四题 我们第四题基本上 他考的东西就是考这样子 按照惯例我们还是来分析一下 他的配分方式 没有悬念吧 应该他的配分抓配分就是这样子配 所以你就知道说你的量大致上要写到哪边 好 这个第一小题 我相信各位同学一定都背得很熟 因为这个部分 他是修法之后有没有考过 修法之后没有考过 考前我有没有跟你们讲 修法之后没有考过的部分 这个超级重要 出来了 禁于合定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靶条不会说不好背 这个不会不好背 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第四题 第四题 只要各位同学有留意 平常有留意的话 其实第四小题 那第四题来讲 应该对各位同学 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 但是我们在解题 因为我们今天是解题 我觉得大致上 先帮各位同学 再复习 再提醒一下 其实我们房地合一课程 所得税 这个部分 我们基本上 他的税制的设计 是不是就是 他税制的设计 就是怎么讲 他是我们房地 房地交易的所得 我们现在把他卖出 把他想和卖 房地交易的所得 减掉我们的取得 原始取得的成本 好 减掉他原始取得成本 再减掉我们取 我们取得移转 时候的相关的费用 再减掉我们的土地的 涨价总数额 这样子之后 这个是我们当时 有买的成本 基本上税制的设计上 就是这样子 扣掉扣掉扣掉 之后看你持有 持有的连线 去决定你的税率 看有无特殊的情况 我们有特殊的情况 有特殊的税率 最后答案就是 我们应该要缴的 因那税额 我们房地交易的所得 所以大致上 大致上我们的课 就是这样子 来做一个课征 这边土地涨价总数额 在修法之前 还没有修法之前 其实我们台湾人都很聪明 就是我们会去赚它的漏洞 在这边的税率 最高它是克到45% 但是在我们土增税额税率 二三四 最高四十 所以他会觉得说 而且我不一定会到40% 所以好像是我可以把它高报 我的土地 我高报我这一次的移转限值 让我的涨价总数额变高 这个地方变高了以后 扣除掉的全部 再乘上税率 其实好像我是在结税 而且我这边高报 我可以跟我的下一手 我的买方讲说 我帮你高报以后 你要缴的土增税 就会比较少 你再多多少少补贴我一点 聪明的台湾人 就是之前这样子 去做一个规避 所以才会有修法 修法之后 他怎么样去做一个规定 他就有规定说 你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这个涨价总数额 你必须要按照一般税率 按照一般来做一个申报 你要高报没关系 你要高报 高出来你所增脚的土地增值税的部分 我再让你拉进来 费用这边让你扣 就是这样子 所以变成以往 以往要利用高报涨价总数 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基本上 只要各位同学之前有留意 还有知道他的立法意志 就是防堵他高报 利用税率高低差 来做一个规避税负的动作 其实按照这样子 大致上写一下 基本分数会跑不掉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答案 所得税法 课程房地合一所得税的 涨价总数额 它的相关规定 其实它的相关规定 就是 我们的所得税法 十四条之四的第一项 淡书 依土地税法规定 缴纳之土地正式税 除属当地交易 位置 该房屋 土地交易所得税中 减除之涨价总数额 部分之税而外 不得列为成本的费用 所以 反面来讲 就是 你如果 你如果 如果说 你高报的部分 高报的部分 你基本上按规定 来做申报 就放在这边 高报的部分 才可以放进去 同法 同条 第三项的规定 个人依前两项 规定计算支 反无土地交易所得减除 当次 交易 土地税法 第三十条地项公告 是土地计算的 涨价总数额之余 不并计 合所得总额 按下列 规定税率计算 他的 就是说 我避免 去做一个 重复课税的动作 既然我已经 按照一般 规定去 计算 涨价总数额 我涨价总数额 我缴的是 土地增值税 如果 我没有按照 我报的比较高 才把 比较高的 那个部分 的土地增值税 加记在 费用里面 所以其实基本上 就是这两个条款 去做一个结合 下面的 立法理由的部分 第一个立法理由 避免 重复课税 第二个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规避所得税付 所以 只要各位同学 这个条文有熟 那之前 为什么修法 有印象 大致上 写一下 带一下 第一小题 应该可以拿到 基本分数 那第二个 成本 第二个成交价 什么价格 成本认定 费用的认定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就是有逻辑性的 你现在卖的时候 你这个价格 假设说 他觉得你乱报 因为乱报 因为你刚卖不久 你就要去做 这个申报动作 因为你卖不久 所以他可以去查 他查相关的资料 查那金流 他就以他所查得到的 资料去做一个核定 假设说 他查不到怎么办 因为你刚卖不久 他就是去看 十价登陆 看附近的行情 他去抓你这个 你交易的时候 到底交易所得是多少 那你如果原始取得成本 你乱报 因为原始取得成本 可能你取得之前 取得比较久 或者是你规避 又不提出来 乱报又不提出来的话 他就是原则上 他都是叫做按查的资料 他们会去调查 查金流 查有的没的 去查 那查不到的话 他觉得说 你高报的太明显的话 他就不要让你用这样子 他就按照当时候 土地的公告限制 加反过的平定限制 再乘上物价指数的一个调整 这样子 下去计算 再来 这边费用的部分 你如果费用的部分 乱体力还是怎样的话 或者体力不实 他就 不认 他顶多就是 或者是你没有提供 他就是按你成交 成交的 价额 3% 来计算 并以30万为限 早期 并没有这个规定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 乱塞 塞一些 有的没有 塞一些 阿萨坡路的东西 或者去买一些 假的 假的东西 进来 所以 在这边 在费用的部分 他修法上 他也是做一个变更 以3% 计算费用 并以30% 那么 3% 并以30万 为限 好 那我们今年土地税 法规的部分 其实四个题目来讲 其实都没有到很困难 而且没有同学 你们想的计算题 计算题没有 其实基本上 考计算题 现在的考试 考计算题的机会 其实都不大 那如果考试出外 就是我讲的 基本上你会加减乘处 你法规有备 观念清楚 数字都一都而已 不会像之前 说 叫你算 累进 税率 那个是比较不可能 好 那我们今年地正式 解题 差不多到这边 那剩下 用个两三分钟的时间 来提醒各位同学一下 因为七月份 有高普考试 公职的考试 那之前都会有学生 有同学 你们可能会觉得说 到底公职的考试土地税把 到底会不会考 那曾经还有 补习班也有打电话 问我说 同学好像都有在问 说 我要考公务人员的考试 我的工程收益费条例 是不是不用练 我就说 其实我不敢跟同学讲说 不用练 但是 其实 是考的机会 真的是 真的是趋近于领 几乎是不会考 那如果有参加 公职考试 今年七月份 高普考试的同学 你们有一科 叫做土地政策 有一科 叫做土地利用 那比较会粗的 你们要自己去留意 相关的税 跟税制有关的 实施性议题 比如我刚刚所讲的 房屋税 这个屯房税 这个议题 还有 比如说像地价税 你们如果是考高考 高考同学 像地价税 持有税 在土金 或者是股价 这方面来讲 相对的观念上 都会有运用 都会有连结 都必须要互相理解 下去做一个运用 所以 总结 就是考高普考试的同学 如果真的需要 税法 留意的部分 你们 就留意 地价税 土地增值税 还有 基本的 房屋税的 税率 还有 它 税制的设计 还有它的定义 就是 何谓房屋 那个名词 因为房屋税里面 它对于房屋 它是有这个名词的定义 那在我们 土地法里面 又有城市 地方 房屋 又有这个房屋 它们两个房屋 到底哪边不同 基本上就是 稍微去留意一下 这种小细节 比较性的题目 那基本上就是 土地增值税 跟地价税 去看就好了 那其他像 寄税 工程收益费 移证税法 这个是基本上 是一定不会 还有什么 税均寄证法 这个 这个是比较 比较不会去考 好 那今天 我们地增市 地增市的解题 土地 登记 食物跟土地 所以法规 今天解题 就解到这边 好 祝福各位 有参加 今年考试的同学 都能金榜提名 好 谢谢各位同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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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